这个地方是甘肃与四川的交界之处 朗木寺镇 看一下这边的风景多美 四周全是高山草殿 我刚从朗木寺下来 这个朗木寺镇归甘肃省管辖 沿着前面的三四五国道 走十公里就到了四川省若盖尔县的洪新镇 那边也是高山草殿 很美 一路从谍布县走三四五国道 都是这种美景 从杰布县出来可能十多公里 就到了四川省境内 沿着国道 慢慢的会变成槽垫 从朗木寺镇坐大巴车到 谍布县的话 需要两个小时 票价二十五块 风景太好了路上 会看见牦牛 还有那些一些动物 朗木寺海拔是三千四百多米 一直往谍布县就降为两千多米了 一路都是下坡 三四五国道 二一三国道 路曲线 若尔盖 合作 我早上来的时候问了一下 到这个地方的大巴车下午三点半过来 所以我现在打算爬到那个山上 看那个高山草殿 看一下这个海拔三千四百多米的高山草殿 那边山头上还有羊穹 那边是二一三国道 一直往里面走 时间还早 最近草已经开始枯黄了 这边气温 昼夜 几千上万只山羊 又入院的话是可以看见的 密密麻麻的 白点 这种羊我好像是第一次见 没见过这种羊 这些羊的羊鸡脚感觉和麻花一样 它是有一个弧度像卷起来一样 好了 不打扰人家吃草了 最下面还有马 他们放羊的话都在山下搭着帐篷 对面山上的枫叶都已经红了 今天中国还可以 早上也冷 这个是牦牛 下面还养了吗 你晚上住这个状况能不能 不能 不能 习惯了 等于说现在是这个牧场 然后天气冷的话再换一个牧场 必须好 都应该有一千 一千多 对 等于说你们两家都是一千只羊 隔一天你放 隔一天我放 这也挺好 看一下我身后 这个山的话特别有层次感 这个槽垫也有层次感 这个山顶上有一千只羊 它那个太贵了 鞋不下还有加近一百公里 没事 我待会的话不行的 我就住在前面那个正常吧 你们现在走 好了再见走了 谢谢啊 拜拜 拜拜 他们在这个地方养了将近一千只羊 他如果说明过几个月的话就需要迁徙 虽然这个地方是甘肃与四川的交界 但是也属于他们的牧区没有什么边界 可能三四月份在另一个地方 这个月的话在这个地方 这属于牧名 蛤草而居 我想看一下这个牧牛 这牧牛的老躲我追不上 这边有两家那个放羊的 每家的话都是一千只羊左右 他们是换着放的 比如说今天我在这边放 明天的话你在这个地方放 要不然呢 这成天的羊会哄在一起 就和赶集一样 这会儿有没有大把车 我早上问的时候说是三点半 这个师傅说是没有了已经 到那个路边等到三点半 如果没有的就现在晚上就住在朗木寺 这些牧名的话特别舒服 你看他就在那个草上一躺就行了 一躺能躺一天 这个地方比较冷吧 他穿的很厚 穿的是冬前的衣服 我在那个上面的话风大的 太冷了 我待不住 这些牧名的话特别热情 他就在下面那个地方搭的帐篷 晚上在帐篷里面住 我刚才是从哪个崖口上来的 我刚才问了一下 这个不是山羊 是当地的一些肉羊 这是鹰 看见没有 这么大吗 我刚一下山太阳出来了 这个山上这个牧名的话 和我年纪差不多 他跟我说 现在牧场越来越少了 不像过去 到处是这个牧场 我见现在围栏挺多的 从这边下去 放牧也挺累的 他跟我说 每天要上六七四山 关键这些羊都比较风散 在各个的山头上面 把他们要赶下来 这个鹰的话 一直在我的头顶上盘旋 这上面应该有那个小羊 小羊哥 这边的山 给生的感觉特别特别干净 没有一个说是杂物 特别的重结 再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地方是甘肃省甘兰藏族自治州 陆曲县和四川阿坝藏族羌族 自治州苏尔盖县交界的地方 再往前走几公里的话 就是朗木寺 我现在先到路边等一下 看能不能等到大巴车 有的话就去跌步线 因为这个地方 再往前走的话越冷了 我不想在这边待了 再走的话 感觉要穿羽绒服了 我这个秋裤的话 有点顶不住 看一下这边的天气 这边的最近温度只有三度 今天明天四度 后天七度 今天气温还行 这明天要是在下雨的会更冷 这个地方被誉为东方小瑞士 还有甘兰香巴拉 每年的五月到十月 是朗木寺最美的季节